我们的福音施工主要就是在原住民的部落 各山区的原住民教会还有个人连结举办医治释放特会 然后福音步道传递恩高开启恩赐 破除辖制点燃复兴的火 在这里面可以看见 那我们呢就是神给我的启示就是说台湾要有全面性的复兴 原住民一定要先复兴 七年前我们就领受这样子的话语 当时没有人认同 山上跟复兴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们想看过年到了 如果今天陈所长他在年夜半的时候 儿女要回家吃饭啦 团圆啦 但是呢 老二老三回来了 老大没有回来 长子没有回来 那个我相信陈所长的心没有安慰 他会挂念那一个长子 那同样在台湾土地的长子就是原住民 当我们在全地要复兴的时候原住民没有复兴 这个在神的律里面 神是公义的神 他也要原住民复兴 所以神要我们开始去台湾的整个的中央山脉跟雪山山脉 来帮助原住民复兴 那首先呢等一下会看到我们司公的介绍 首先我让大家看一段圣经 在初埃及记十七章 到第十六节 到第十六节 诶 这边还有圣经 可不可以发一下 没有看到圣经 因为我为什么没有放头一片 我希望自己亲自看圣经 就像今天所长讲的 神的话是那么样的重要 那是关乎生命的事 所以我们自己看 自己来念很重要 初埃及记第十七章 第八节 初埃及记十七章 第八节 在旧约的地方 翻到了 请我们大家一起念 初埃及记十七章 第八节 那时 亚马力人 来造 立非丁 和以色列人 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以为我们 选主人来 出去和 亚马力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 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 约书亚照着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 行 和亚马力人争战 摩西 亚伦 亦 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举手 亚马力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 和抢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椅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人以后 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杀了 亚马力王和他的百姓 业马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马力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读我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 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当天我们知道 我们读到这里 当天我们知道 约书亚打了一个极大的圣战 他打得胜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任何的圣战 就是明处的战果 是有事先在隐秘处就决定的 平地的事情 叫属灵上面 就已经成就了 平地才会成就 所以呢 属灵的事情 属世的事情 是跟属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今天属地要打圣仗 那么属灵一定要先打圣仗 那么我们知道 当天的约书亚他打圣仗 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带逃者摩西 他在山上举手 祷告 山下打圣仗 因此神告诉我 在平地要打圣仗 山上要有一群人在那里设立祭坛 敬拜 祷告 为台湾守望 台湾才有可能复兴 山下才有可能打圣仗 因此呢 在这些年来 我们在山上的奔波 跟各地的湖石 然后各一些软弱的教会的兼顾 让他们一个一个复兴起来以后 他们现在在山头上 已经有很多的敬拜的中心 敬拜的祭坛 而且都是三点四点 就一群的原住民在那里敬拜 我们知道原住民被神拣选是来敬拜神的 不是来唱卡拉OK的 也不是来当卫星的 他们美好的歌喉是荣耀神敬拜神的 但是他们忘了他们的身份 也忘了他们在神的命令里面 在台湾的复兴里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要在山上举手敬拜我们的神 山下才能打圣仗 当神娶是我这样的时候 我跟一个张牧师 我们两个就觉得说 哇神给我们这样的托户 但是呢 我们一个原住民都不认识 于是我们就 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以后很奇妙 神就开路 在山上有布农族的开始邀请我们去 有泰雅族的邀请我们去 慢慢的在就从苗栗啊 从南投啊开始就一直一路一路 在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的各个角落 各个部落他们争相的邀请我们去 带领聚会 然后为那些酗酒的没有办法起来的 祷告他们就断开那个酒精的捆绑 因为他们身上有酒鬼 从开始祭祖灵以后 瑕疵就进入他们里面 因为那个酒 米酒祭了祖灵 喝进去以后 酒鬼进去了 他们就开始沉迷 但是很奇妙 当神的大能临到 当我们为他们不是祷告以后 很多人就脱离了 第二天起来就完全不想喝酒 生活开始震撞 慢慢去教会回到敬拜点 等下我为了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山上已经设立了多少的敬拜的点 也就是今天你在山上设立敬拜 祷告的祭坛和代祷者的时候 平地的胡音就能够打胜仗 你会看见 台湾这两三年来的 胡音还有信主的人口一直在增加 那当然是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有看见 当耶稣亚打圣仗的时候 摩西组了一个祭坛 叫耶和华尼西 他那个祭坛是耶和华尼西 也就是耶和华尼西 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结束 没关系 要神都接得到 好 现在要接触 好 那么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当我开始走原住民的胡适 神就叫我改名字 我本来的名字叫洪妙正 他们说有点活教的名字 但是不是的 因为我的祖父是医生间传道人 祂说祖恩很妙 祖恩很真 所以我叫洪妙真 但是神要我开始走原住民的胡适的时候 祂说我要改成洪妙西 就是我是耶和华得圣的旌旗 我到那个部落 就等于宣告耶和华的旌旗插在那个地方 得圣的旌旗插在那个地方 那个部落就要回转归向神 那地的百姓要兴起 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好 那么我们也再一次看到 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 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 神说你要为我主土坛在上面 以牛羊线为番祭和平安祭 凡记下我们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当山上的部落开始建立 祷告敬拜祭坛的时候 当然山上部落都有很多的教会 可是很多教会是荒凉的 他们也没有祷告祭坛 更没有敬拜祭坛 当我们去到那里带领他们开始敬拜 很多妇女开始回到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吗 神的应许 还记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那个部落就有很大的欢转 人心开始转向神 他们的儿女开始回到教会 他们的土地开始得到医治 所以你就会看见那个护心 护心不是只是属灵的护心 财务的护心 健康的护心 儿女家庭的护心 那个是在神的应许里面 而这个祭坛不是献牛羊了 现在是献什么 感恩的祭 赞美的祭给神 所以神呢 就纪念那个敬拜的地方 另外呢 历代之下五章十三十四节 历代之下的第五章十三十四节 神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事呢 神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事呢 做一些神喜悦的事 历代之下第五章十三十四节 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 崔浩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 神和唯一赞美感谢耶和华 崔浩敲拔用各样的乐器 扬声赞给耶和华 说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情爱永远长存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子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那么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原住民在那里敬拜的时候 他们站队的位置 他们站队的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命定 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唱歌 扬声吹号 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那地就充满了神的平安同在 所有的辖制死亡的灵 巫术的灵就四散逃跑 那地的百姓就得失望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历代之下 七章十六节 一样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六节 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知道吗 神的应许是何等的恩典 他说他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那么他的名就永在其中 他的眼他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如果有一个部落 他们愿意建立敬拜祭坛的时候 神选择了那个地方 因为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都是那些有一些人 长期在那里守望祷告的 一些老阿嬷 他们在早期台湾有很大的树林 护心的时候 他们经历那一波的护心 他们很想念那个护心 带来的部落的喜乐平安祥和 但是这些年来就已经荒联了 但是那个地方还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当他们又开始恢复那个敬拜 找岛的时候 他说神在圣灵上说 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 神的应许就在那里 他们祷告蒙垂听 他们祷告的时候 很多都是在那里为台湾流泪守望祷告 为台湾的平地的人 他们转向神 他们的心转向神 还有一个教会是每天晚上 他们工作完了 还要回家煮饭 照顾孩子 以后孩子上床睡到10点钟 有一群妇女 还有到那个敬拜的殿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 10点到12点在那里 为台湾的青少年守望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间 是青少年开始出去犯罪的时候 他们就10点到12点 在那里为台湾的青少年守望 祷告 让台湾的青少年不要沉浪 吸毒等等 所以神的眼神的心在那里 神也注意听他们的祷告 那我相信 在以下我再看一个圣经节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事工 在以色列记三章第三节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被奴隶以后成为奴隶 奴隶以后他们有很多 很多人已经安定在被葫芦的地方 他们就已经习惯那里 像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商场 很多的兴盛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不想回到他们的老家 耶路撒冷 但是却是有一帮被神所选招的人 他们愿意离开那个繁华 富足的那一个 就是像那个一些堕落的地方 就是他们埃及啦等等 巴比伦啦 但他们愿意回去 那你知道吗 他们要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 你有没有想到 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剪装怪吗 做砖吗 不是的 他们回去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 以色列记第三章 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以色列记第三章 第一到第三节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 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他的弟兄 众祭师 并撒达的儿子 所罗巴伯 与他的弟兄 都一起建造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的魔术立法 说上所解的 在坛上献翻祭 再下来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 竹坛 因惧怕灵国的名 又在旗上 向耶和华早晚献翻祭 他们要建殿 但是却是最重要的 先竹坛 竹一个坛 然后开始献击 早晚献翻祭 同样的 当我们台湾 要让平地的教会复兴 要建造更多的教会的时候 不要忘记 要先竹坛 竹什么坛呢 竹敬拜的坛 扎美的坛 而最重要的就是 这块台湾土地的长子 他们是被神拣选成为 敬拜的祭师的 他们如果没有在山上敬拜祷告 他们在喝酒 他们在唱卡拉OK 满料醉 满料淫乱的时候 这地没有办法建 那么 复兴原住民 却是很多 这几年 这三四年来 就看见很多国外的牧者 一直来台湾 来分享 办特会 要台湾 顾念原住民 要原住民复兴 然后他们也说 台湾要复兴 要原住民先复兴 但是七年前 神已经把这个负担给我们了 因为户心不是喊口号 户心也不是你半两三个特会来几个大弄者就OK啦 户心不是说 你仍然对原住民莫不关心 他们无奈 他们贫穷 他们缺乏 他们无言 无语 无权 最后无良 为什么 因为山上的树不准砍 猎不能打 山坡地不能开垢 河川的鱼不能抓 以至于他们走投无路 他们只能到平地来做那个 人家都不要做的最不好的工作 离乡背井 年轻人 然后离开小 因为呢 他们躲在台北市或是都市的角落里头 工作累了回去 他们没有家 就是在公寮或是什么地方 他们只能喝酒 然后就沉沦了 然后呢 他们的青少年 没有办法去读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读小学的时候 在山上读 下山 国中就要下山读书 可是下山读书 就像你的孩子要去读大学一样 离乡背井 需要什么 钱 交通费 住宿费 生活费 吃饭钱 都是钱 但是呢 很多人付不起 怎么办 那些国中高中的孩子 就没办法下山工作 他们只能在山上打打零工 没零工打 山下找工作 找到一些不好的工作 然后呢 被一些黑道 特别是妙 他们会利用 他们知道他们原住民很单纯 他们没有钱 然后他就给他们一点点的钱 吸引他们 就去做小偷 去贯毒 甚至呢 很多的庙 就找原住民去跳八家将 给他们无限烟酒 还有冰拿 以至于他们的生命 就这样的流失了 你想想看 一千个青少年原住民 如果成为黑道 成为贯毒的 他的毒品卖给谁 卖给平地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可是那一千个原住民的青少年 如果能够正常去学校读书 他出来 他仍然还有 就是他们还可以回教会的时候 你会看见 他们成为一群 约书亚的大军 成为承接复兴的大军 年轻人起来敬拜赞美 现在很多好的原住民青少年 是很棒的敬拜团 不好的原住民的青少年 就是卖毒做牢 真的是很可怕 好 那我们的施工呢 因为神要我们 就是帮助原住民父亲 扶持他们 脱离捆绑 断开酒精的捆绑 还有关心那些贫困 单亲的 因为很多人的 爸爸就死了 喝酒死了 工作意外死了 当原谅遗传死了 那些孩子 怎么讲 三餐不去 很可憐 所以呢我们也心请神 要我们关怀 不是说只好说 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你信念出就好了 但是 他们没得吃没得穿 我们怎么忍心呢 所以好几次 我到山里头去住长老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的 都长老接待会 牧者接待 晚上有那个阿嬷 七点多了还来说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接点米 我晚上孩子们没饭吃 我真的心里很难过 我说 我不能只是去传福音啊 我要带一点米去啊 那些探访的时候 去那些贫困家庭的时候 我送一包米 台币一千块五十斤 他们可以温饱一两个月啊 可是平地人一千块算什么 你吃吃喝喝 可能买一件名牌的衣服 就七八千啦 衬衫啦 那七八千 他们可以吃一年的米 起码吃饱耶 所以我开始也做一些关怀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事工的介绍 我们是这七年来走遍了中央山脉 雪山山脉 你们可以看到背后将近四五十个部落 都是我们去的 叫后山 就是深山部落 那些地方都是要开车开很久的 然后有时候五六个小时 有时候七八个小时 我们的事工介绍 还是直接换光碟 那我们有的时候还有 有的部落还要开到将近七八个小时 那个路都很难走 那难走的路我们一样去 特别是在救灾的时候 难走的路我们仍然去 结果呢 你会发觉有些山路你开上去 后面又带满了米的时候 上不去还打滑 因为我们还没有四轮传动车 我们还只有一个 是一般的free car的那种 两轮的车 所以我们在这七年来 我们仍然能够平安的走在这里 我想是神的保守 很特别的恩典 或者山路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然后带众 然后这样跑 那有时候一出去就是 一个月我们大概有三个礼拜 是在山区里面 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去 目前我们助养了一百多个儿童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带助养名册 还有好几十个小朋友 我们助养一个小孩子一个月只要一千块钱 他可以买奶粉或者是买米 或是在学校搅午餐费 谁让我们十四祖都要旁边 这些一个部落部落 这些部落都是我们服侍 这个地方是附近最远的 靠近宜兰的部落 这个是我开的车 在这种南走的山路 我们连四轮船动车都没有 可是我们仍然做了很多的工 在救灾的时候 他们会打电话 爬出来打电话给我们求救 我们就雇原住民飞敏进去 这一个照片也是我拍 我在车里面拍 我开的是这样子的山路 这个是在救灾的时候 从这头把米送到山的那一头 这个是好家村 100多户都埋掉了 只剩上问自己的教堂 当他们做帐篷 做收容所的时候 头两个月还有很多粮食 到后来就没有人理他们了 还是我们就是到处送粮食去 有些小孩子在冬天很冷的时候 还不够厚衣服穿 我们也募款满衣服 还有满年费 这是在宜兰的大同乡 靠近武林同乡 我们也有生命的建造物 在部落办特会之后 有教导圣灵 圣经的教导 基要真理的教导 这个是半步道会 在海岸圣山脉的奉兵 续酒的他们经过祷告以后 不再喝酒 这是在家庭里办聚会 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在各山区办葡道会 因为他们年轻的会回去 像这个人后来的不喝酒 现在一个月收入很高 收入改善 这个是一个小朋友 我送你要送到他家 他说他要自己拿 这两个小孩子没有父母的 我们第一对助养的孩子 你看这些小孩子 独瘦如财 经常在部落里流浪 这一个妈妈养的五个孩子 都那么小 这是一个一百多岁的 文练的老人 他养一个第四代的孙子 这就是我们助养的孩子 像右边这个 左边这个孩子 就是妈妈死了 爸爸经常喝酒不在家 回去都没有饭吃的 这个小孩子给他一包米 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抱 我们通常是晚上有聚会 白天去探访 这个家庭也是有三个小孩单亲的 这个小朋友是被巫术的灵霞制 不能走路 祷告以后就好了 我们也常常办益剪 招聚他们剪头发 因为他们山上常常很多孩子 头发都一起不知道没有剪 剪完头发 晚上就一起煮晚餐 让他们吃 然后一起参加聚会 所以有很多没有去教会的 就开始回到教会 所以这个益剪是一个 徒因的一个工作 就是请他们来剪头发 之后晚餐 然后就是办音乐 我们叫音乐医治科会 这些小朋友从来没拿过礼物的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也建造生命 因为在每一个部落 夏天我们会把孩童下令 让那些没有进教会的人 他们可以参加夏令 还有青少年营会 这个是在苗栗太安乡的梅园部落 然后夏天给他们有那个 才艺吹口琴啊 或鼻子啊 我们建教会的场地 那附近的部落的小朋友就来参加 那当然夏令营啊 还有一些活动的机会 我们都需要入靠 孩子们吃的饱足 灵体也得到生命的更新 然后我们要帮助他们 就是让他们转型 就是从用农药化学 围料转型成为自然农法 然后让他们的收入提高 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转型的 包括养的鸡都不会臭的 那种自然鸡 然后现在呢 有很多种高粒菜 每年都赔本的 现在转种葡萄 葡萄也是自然农法的葡萄圆 快要认证成为永迹的 已经好几年了 他们自己做酵素 我们也辅导 有人义工去教导他们做酵素 用酵素 这个就是用做木瓜酵素 用红桃花酵 还有不同的酵素 因为祷告神取世了 然后呢 用这个酵素来施肥 甚至用酵素除虫 现在我们呢 也辅导他们 不但用自然农法种茶叶 所以还指导他们做茶 他们做的现在高山茶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棒 甚至是可以参加比赛集的 是自然农法的 而且是牧师 我们前女次长 林奇霍牧师 他是很有名的制茶师 去指导这些原住民制茶 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开始改善 他们改善以后 就会帮助其他的 还没有改善的部落 那我们在每一年也都会送鞋子 因为许多的孩子啊 去年的鞋子 今年就不能穿了 就没鞋子穿 在冬天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孩子 送他一双新鞋子 这个是我们在一些 神取世的点 这个是在林克署打仗 跟日本人厮杀的地方 满地 林地判刑都是血 神要我们去捷径 愿童性的祷告 赦免当地 所以当地的土地开始得适化 那我们也做一些 就是让他们助养孩子 可以去附络探访他们的孩子 顺便生态之旅 体验原住民的生活 住他们的民宿 这是他们的烤肉啊 小朋友都很开心 小朋友去送鞋子 还有去探访那些贫困家庭 你会看到那个水 黄色的那个水 是山上污染的水 农药流下来的水 很可怕 如果他们没有转型的话 他们给我们山上流下来的水 我们喝的都是有毒的水 那我们的这个茶园 高丽菜园 现在都是用自然农法 用酵素思维 那个葡萄 非常的好吃 还有甜椒 这个甜椒已经打入收购了 这个是我们最近在金轮的 那个步道所 那这里介绍的是 我刚说第一对小孩子 是我们助养的 他这个小女孩在做月子的时候 还没有满月 爸爸就去世了 然后哥哥才三岁 然后就靠阿嬷 阿嬷在山上种贵族 然后阿公种风 然后还有那个阿嬷的公婆 八十几岁 那个时候我开始照顾 觉得说需要助养 因为非常的穷 那个阿嬷 一年的贵族损收入 才减 没有多少钱 那一年一年 我们都会去看好这些孩子 孩子在成长 我们就会看见 就养他们的人 会看见是不是孩子 开始长大 支持到那个阿嬷 这一队小朋友去年 我们的木盘插会 他们有来唱歌 有来唱歌 然后他的助养人很高兴 看着他 这是助养他的一个先生 看着他孩子这么可爱 非常的高兴 这些都是我们助养的孩子 有一百多个 我们在爱典中 不要忘记有很多贫困的孤儿 他们在生活的边缘增长 安静的歌 你一颗无不甘的招数 你 风雨中已经算重 悲哀的寂静又谷 心的天慢慢荒污 没有眼泪没有哭 唉你寻找幸福 寒酷的枝壳 寒酷的枝壳 愛的路領竟辛苦 你叫我開啟都不要忍受 因為老米在我身邊守護 我喝不顧 有愛有脈有孤獨 總有一碗暖手為我殘忍 讓我有勇氣善你 我喝不顧 黑夜裡不會迷途 總有你可以過無盡希望 只有一道愛的方向 一顆不甘甘的小樹 風雨中已經酸酷 溫暖的寂靜紅紅 新的天慢慢彷彿 沒有眼淚沒有哭 坎坷總尋找幸福 坎坷的枝壳 渴望欲動 愛的路領竟辛苦 你叫我開啟都不要忍受 因為有你在我身邊守護 我喝不顧 我喝不顧 有愛就沒有孤獨 總有一碗暖手為我殘忍 看我有勇氣善你 我喝不顧 黑夜裡不會迷途 總有你給我無盡希望 遲遲遲遲遲遲去 愛的子 我喝不顧 有愛有謝 其痛 ・・・決定 龍五 我喝不顧 我喝不顧 有會有味 是一瓶 從天 雖然 总有你给我无尽希望 适应到爱的方向 我爱就没有快乐 总有你温温少为我唱 让我唱到冬季伤 让你爱上 黑夜也不会迷入 总有你给我无尽希望 适应到爱的方向 总有你给我无尽希望 适应到爱的方向 你转到那个敬拜中心的地方 这些我们祝养的孩子 竟然都有回教会 而且因为他们知道有人爱他们 在关心他们 所以他们在生命里面都有很大的改变 也需要很认真的读书 也希望说以后他们也可以回馈那些 祝他们的人 那我们在全省 因为神要我们在全省建立一些敬拜的地方扶持 所以这几个点是现在已经都有在敬拜的 一个是南投县人爱乡 你那边有 有没有人爱 还没有 没有 然后这个是西竹的石垒 那个我们在六年前去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破木屋 但是他们互新起来以后 第二年他们就开始感动要建造一个敬拜的祭坛 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地方几乎都白天晚上 特别是晚上三四点都有人一群人在那里敬拜 那我说有些妇女就会十二点 十点到十二点会在那里敬拜 为台湾的青少年守望 那是在新竹的监石乡 这个地方是在南投的信义乡 这个地方是一个下面是一个平台 是以后要成为建造一个敬拜的塔 那现在还没有这个经费 但是旁边的那个房子里面 就已经有一个敬拜中心 已经有一个敬拜的点了 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在那里 在南投 这个地方是刚好台湾的正中心点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这个南投敬拜 加南敬拜中心 这个是在南部很关注台东的立道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客厅 放石架这个地方也要成为一个敬拜中心 而且他们已经是当地的人 也是每天早上的四点就在那里敬拜 守望祷告 为东台湾来敬拜祷告 他们也是布农族的 那这个他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负责的那个古弟兄 他挥着那个就是 以色列的那个一只老鹰的旗子 就是我们每个月也会经过那个地方 就到那里住 他是一个民宿 也是做茶做得很好 那他也在敬 在那里成为敬拜点 他在那里成为敬拜点 之前前两个月 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古炮台 雾露的古炮台那里做洁净的工作 因为那里当时是死了很多的日本人跟布农族 就是雾露事件的那个重要的点 我们在那里做认同性的祷告 也洁净那个土地 那这个是在海岸线台花莲靠近台东的 加恩教会 那个也是目前他们也是开始要有一个敬拜的祭坛 我现在每个月还是会到那边去聚会 然后服侍也训练他们成为敬拜团 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布农族的 是台湾拣选的真的是敬拜的一个大能的一个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灵里觉得他是一个敬拜的大祭司 他现在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正宗星点 每天在那里守望祷告 那这个是在光华部落 在沪新乡的一个哈嘎湾的那个部落的一个点 我们也经常会在那里敬拜 那个是在北部的雪山山脉的部落 来守望的一个地方 还有刚才还有一个湖山的地方 这是湖山 还有回到这里 这里是那个塞德克祖和日本人 和泰雅祖跟布农祖彼此真的打沙的一个地方 是在河湾山的最高峰 所以我们也是在神的启示下 到那个点去敬拜祷告 好 那你介绍一下那个迦南敬拜中心 那个地方现在南投县信乡迦南敬拜中心 我那边有资料 你们也可以到那里去清静神祷告或是灵修 那个点还没有完全好 但是已经可以住了 那还有一点地方 还需要一些经会来整理 但是已经是很欢迎你们可以去 我们过年年初次会到那里去聚会敬拜 我们去接下来 哪一个啊 什么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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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铺金点在哪 对 铺金点在哪 对 这个三个都不对 好 在这里来 这个是南投心意向东府村 神前选那个地方很特别 祂说祂的启示 祂的医治 祂的丰盛 祂的话也会在那里 所以你们到那里 最近我经历两次 有一个长老的女儿失踪了几年了 那他希望我们为她祷告 在那里祷告求神带领她回来 结果第二天她就打电话来了 给她妈妈说她要回家 没有车钱在高雄火车站 所以他们高雄有亲戚就去找她给她钱 第三天就回来了 这个点就在这里 而且这个地方是有神机的 你会看见那个红桥叫东府日桥 东府夜桥下面的那些棚 就是田椒番茄的棚 然后旁边桥边就是敬拜中心 然后你会看到最远的那个水 八八水栽的时候 那个水冲下来 其实他这一块完全会被水冲掉的 但是神特别的保守他们 那个有一堆的大石头滚在那前面 然后就好像变成一个大石墙 挡住那个水 那个水就转弯 冲到旁边那个墙壁那边 那个地方是很有名的民税道基 多少年来都很坚固 整个被冲垮 连陆基都没有 那个水就转过去 结果呢 他们这个地方都没事 那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在河的对岸 几年前神启示我说 那里要成为敬拜中心的时候 我还想不太可能 他就有眉路啊 做吊桥做那个流龙 吓死了没有人敢去 就因为这里瘫了 神就让那个县政府的粮 以后就建个桥跨到他的原地 再跨过这一个 就变成这么漂亮的桥 神就说 对神说 神在八八水灾之前 就跟那个方执事 就这个敬拜中心的负责人说 我会给你一条路 通到你的敬拜中心 只有你看 那两座桥合起来 两亿七千万 是什么钱呢 是大陆的人捐款到台湾来救灾 八八水灾的款项当中 拨出两亿七千多万 来建造这两座桥 因为这个方执兄跟我都一样 常常每年也是会一次 两次到大陆去培训 一些原住民的家教会统工 神说 因为你顾念大陆的复兴和灵魂 所以我用他们捐的钱 来给你做桥 奇妙吧 好 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目前有两个通铺 有弟兄姐妹可以 新进神灵修 然后里面 上面那个敬拜中心里面的照片 这个路看下去就是了 以前的敬拜中心很破旧 好几年了我们在那边 可是神在去年年底就感动说 一定要把他整戒起来 然后就请长老来做 现在是做好的敬拜中心 就可以在那里 你会发觉在那里 窗户队的出去就是玉山主峰 就是玉山主峰 他们是守望整个玉山山脉的 还有台湾的一个复兴的 所以他们复兴两个都是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来 在那个敬拜中心敬拜 然后为台湾的复兴祷告 为部落园出名的复兴流泪祷告 那神就是你的心情就是神都跟我讲 那里会成为协会的一个部署的敬拜中心 就是基督奇迹协会的敬拜中心 所以欢迎你们到那里去敬拜神 清敬神 当你想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救世放下一些的事情 到神的面前去清敬祂 这个比什么都不会 那个是在那个圆的活动中心 原来是磕磕烂烂都是公僚 现在整理起来的 就是休息喝茶还有分享聚会的地方 那这是他们的书法 就是这个方直四 他是敬拜是很棒 下次有机会他到 他一个月会来台北一次 可以请他来做见证 他的见证有非常多的神迹 其实经历神很大的作为 这是他的田椒 他的田椒打了一颗可以一斤重 而且都没有那个田椒味的腥味 很脆很甜很好吃 因为他都是那种有机肥的人 好 我们后面有资料 你们有兴趣可以拿 如果要去那里可以 我们有资料告诉你怎么去 他会很欢迎你们去 他也会为你们祷告 好 我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 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 阿伯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有机会来荣耀见证你的大能 主我们也将奇迹协会的事工 和原住民的复兴 交入在你的手中 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台湾复兴 也要原住民复兴 我们也要看见 许多原住民的青少年儿童 也要被复兴 主我们也谢谢你 祝福我们在这七年当中 您给我们期服 projeto 让我们的做称